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霸 前一陣子我在逛百貨公司 我就逛到Garmin的專櫃 那時候我就發現有一台導航機 我非常喜歡 它螢幕超大 於是我就入手了這台Garmin Driver Smart 65 那待會我就來帶大家一起來 開箱這台Garmin Smart 65 它的功能到底如何 到底導航的效果如何 OK Let's go 這台Garmin Driver Smart 65 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我們先看一下它裡面有什麼 就是主機的本體 然後再來看一下它的配件 有一條車充 它的介面是這個Mini USB 然後它的吸盤的夾具 這個是吸玻璃的 還有一條Mini USB 然後另外一頭是Type-A的延長線 它的所有的配件都在這邊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來裝機吧 找個喜歡的位置 習慣的位置把它裝上去就好了 那它有附這個玻璃的吸盤 那它支援手機APP的聯動 那你可以直接透過手機 裝上它的Garmin Driver的APP 然後把你的導航圖枝啊 韌體啊都可以透過手機來進行更新 那接下來啊我們就實際的開車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台導航機 到底多好用 好 那我現在車上一共有三個導航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我要買這一台 這一個是我車上原本的導航機 它是GoGo V40 T3的這個原本內建的這個螢幕 它螢幕其實蠻大的 跟我現在這台是差不多的 那新的導航機Garmin SmartDrive65 那它是6.9吋的螢幕 這個也差不多是7吋的螢幕 它雖然螢幕大 可是它幾乎形容是垃圾 因為第一個它不支援觸控 也不支援聲控 我每次要輸入任何地址 就是要在這邊手動的用這個按鍵 好 左右按注音 就非常非常的難操作 然後再來是它不支援聲控 那現在又什麼年代 你不支援聲控就 找什麼地址就很麻煩 那特別是有些地方 你只知道它的特徵 比如說台北101 你不知道地址 你就根本找不到 那你做什麼都要透過手機 所以後來我就買了這個 冷氣口的車架 去用Google導航 Google導航其實還不錯 可是Google導航啊 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它是吃手機的訊號 那手機它有這個AGPS 也就是說它會同時吃到Wi-Fi的訊號 那它很會飄 就特別會發生在 我開在快速道路 有時候開在64快速道路 然後它可能會誤判我在橋下 那我可能開一開 明明在橋上 它突然要我左右轉 這時候就會搞得我很混亂 或者是你明明在高速公路 它突然要你回轉 它可能會誤判你在好幾條路的 TY道路上面 那你就會發現你可能 後面的路徑就會整個錯亂 然後你重新再導航 它還是會顯示一樣的錯誤 偶然發生你就會覺得很跳腳 那再來是Google導航 碰到這種多閘道路口的時候 你就會顯得不夠清楚 因為它的多閘道路口啊 它的顯示是在左上角 然後它只有不清楚的提示 那你在開車的時候 你就很難分成 你要開在哪一個路徑上面 可能你快要到這個閘道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你走錯路了 然後可能你正在塞車 塞在車陣中 然後你這時候想要切換車道 又會來不及 所以我好幾次都會 可能錯過某一個交流道 然後就錯過了 你就要再可能多走幾十公里 然後再繞回來 再重新再走一次 就很麻煩 那Garmin這台導航啊 我最喜歡的一點就是 它除了跟它原本的車機螢幕一樣大之外 它也支援聲控 那我來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OKGarmin 帶我到林口山景 您想去哪一個地點 有沒有 它就直接幫我導航到 這個特定的地點 而且我剛剛沒有講地址 它是直接去搜尋 那它會列出這個列表 那我就在這邊 可以直接喊數字 然後去我要去的目的地 那除了這個之外啊 其實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通常我們要去一個地方 不是真的要去那個地方 而是要去那個地方附近的停車場 用Google地圖 每次我們要導航到那個地方 可是你在手機上 就很難找到它附近的停車場 就要另外再找一次 所以Garmin這個就有一個好處 我再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OKGarmin 帶我到林口山景 您想去哪一個地點 你看喔 我在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現在要去這個地方 我點這個i 它會顯示 這個地方的其他的資訊 比如說它的地址 電話 然後到達時間之外 然後還可以顯示 這個地方的附近的停車場 點一下 好 那它就會幫我找到 這附近的停車場 然後它收費多少 然後是路邊的 還是這種平面的停車場 有沒有 我覺得這一點就很方便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直接 針對這個停車場 然後直接來做導航 這樣子待會我出發到林口山景 其實就會到它附近的停車場 OK 那我們就出發吧 我自己這樣在開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子也相對安全很多 因為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其實視線喔 要很避免離開擋風玻璃 像我這樣子往前看 然後我只要眼睛稍微瞄向這個地方 就可以看到導航 可是如果我夾在冷氣出風口的話 我就很容易視線會離開 這個擋風玻璃 那視線離開前方 時間越久 風險就越高 像我這樣往下看 這個視線就不對 看這邊就很清楚 好 你看 雜道口 雜道口它就會有清楚的提示 你現在要走哪個雜道口 你看像Google地圖就沒有啊 我現在怎麼會知道我要走哪個雜道口 像我現在我就知道我要走這個路線 那這就方便了 對 我遠遠的我就知道 前面的雜道長什麼樣子 我應該怎麼走 這樣就很方便 而且它只有在路口才多其餘 對啊 平常不當你的畫面 可是遇到這個雜道口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你怎麼走 這個實在太重要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去吃飯 那我發現它的導航 其實它聲控其實蠻OK的 比如說我現在想要去吃一個鵝肉 OK GAMI 導航到南平鵝肉 然後 有沒有 有沒有 它就直接幫我導航到這個鵝肉店 那我點一下 我可以找一下它附近 有沒有停車場 好 有停車場 那我就可以直接導航到這個地方 超方便 超方便 好 出發 好 我們剛剛靠著GAMI 帶我到這個南平鵝肉 這個位於在桃園南平鵝肉 的南平鵝肉 我平常就很喜歡帶著我老婆 我小孩來這邊吃飯 那我們最後來總結一下 這台GAMI 這台6.9吋的導航機 那我很喜歡它的這個聲控的功能 我講任何的關鍵字 它就會直接幫我導航到目的地 那我很喜歡它的大螢幕 我也很喜歡它在多閘道入口 把出入口的清楚的標示 它會清楚導引我去哪一個車道 然後我就不會走錯路 那另外這台GAMI的導航 它其實還有很多功能 大家可以自己上官網看 那它還有一個配件 是無線倒車雷達的鏡頭 它可以裝在你的後車牌上面 那因為我自己車上就有這個倒車雷達 所以我就沒有加夠了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導航的測試 那我很喜歡這台導航機 那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霸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好啦 可以吃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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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